在田野上捡到的开心 有一只小田鼠叫沉闷 因为它住在一个潮湿的地洞里 地洞又暗又小 让人没法蹦蹦跳跳 所以小田鼠一直显得很沉闷 那一天田野刚收割完麦子 变得光秃秃的 田鼠沉闷走出泥洞 来到田野上 一只正在散步的小青蛙告诉田鼠 在收割后的田野上 常常能捡到一种叫开心的东西 捡到了就会开心 什么样的东西叫开心呢 小田鼠不明白 它问青蛙 可青蛙也不知道 尽管这样 小田鼠还是想去田野走走 它见到一只乌鸦 从收割后的田野上 叼起一只麦碎 这是农民收割时掉下的 乌鸦高兴地直拍翅膀 小田鼠想 看来乌鸦捡到了它的开心了 它见到一只喜鹊 从收割后的田野上 发现一枚亮晶晶的小硬币 小喜鹊 小喜鹊围着硬币又唱又跳 小田鼠知道 它也见到了开心 因为谁都知道 小喜鹊喜欢收集亮晶晶的东西 小田鼠 小田鼠走啊走 它的心情很沉闷 因为它总也捡不到 让自己开心的东西 突然 小田鼠在一片草丛中 发现一串用铁圈拴在一起的 会叮当作响的东西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这可能是一串钥匙 小田鼠听爸爸讲过 钥匙这个东西可重要了 没有它打不开家门 就进不了家 这是谁掉的钥匙呢 小田鼠捡起钥匙 它问一只正走过身边的小刺猬 小刺猬 你等等 你过来看 你过来看 你 你有没有掉这个东西 哦 钥匙啊 小刺猬接过钥匙看了一下 嗯 不不不 我住在泥洞里 我家的门整天都开着 于是不用钥匙的 小田鼠看见田野边 站着一个稻草人 它手里的那把扇子 在不停的摇晃着 小田鼠跑过去说 田野里的庄稼 都收割完了 你不用站在这儿了 快回家吧 这是你家的钥匙吗 稻草人看了一下小田鼠 举起的钥匙说 嘿嘿 不 我一年四季都在田野上 田野就好像我的家 我的家没有门 也就不需要钥匙 哦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小田鼠自言自语的说 一定是那些帮着收割麦子的小孩子们丢的 小田鼠 小田鼠想起它刚才躲在泥洞里的时候 曾经听见孩子们的细闹声 它很想为那个丢了钥匙的孩子送去那串钥匙 可是去村子里太危险了 那些大人和孩子看见田鼠会把它打死的 再说村子里的狗和猫也都是凶巴巴的 小田鼠想还是把这串钥匙扔了吧 要不它非但不能捡回开心 还可能会碰上危险 小田鼠毫不犹豫的扔掉了那串钥匙 可是它往前走了几步 又转回头 它想那丢了钥匙的小孩该有多着急呀 它进不了家说不定它正口渴肚子正饿 多么想回家呀 想到这里小田鼠就捡起钥匙往村子里走去 它沿着通往村子的小路急急地走着 慢慢地它看见村子里的房舍了 就在这个时候它猛一抬头 看见前面的篱笆墙上一只凶恶的大黑猫 正不怀好意地瞅着它呢 小田鼠急忙躲进路边的草丛里 那是一大片长着刺的草丛 在那种草丛里走路真不好受 但为了躲开大猫 它不得不在草丛里穿行 它绕过篱笆墙 也就躲开了那只让人胆战心惊的猫 小田鼠终于来到了一座有着青砖红瓦的小农舍边 它看见小农舍前面正有一个小男孩 在满头大汗地翻着裤子口袋 哎哟 裤子口袋都被它翻到外面来了 它又不住地再挖自己的上一口袋 可是它什么东西都没有挖出来 小农舍的门紧锁着 小男孩的眼里满是泪 鼻子一抽一抽 哭了起来 小田鼠想 哦准是这个糊涂袋丢的钥匙 你看它哭得多伤心 小田鼠站在离农舍不远的一片灌木丛下 扬起沼子一使劲 那串钥匙当的一声落在了小男孩的脚边 小男孩吃了一惊 等它低头一瞧 发现那串钥匙就在脚边的时候 脸上露出了笑容 就像太阳从乌云中探出脸一样 它笑得好开心啊 不知道为什么 小田鼠也一下子开心起来 原来 原来常在心中做怪的沉闷也一下子被赶走了 他真的好开心 开心的只想叫 只想跳 这个时候 小男孩捡起钥匙 打开了农舍的门 立刻从农舍的门廊里 从农舍的窗口飘出一阵阵歌声 那歌声能让每个听到的人都开心起来 正当小田鼠也想高兴的唱歌的时候 突然从农舍后面窜出一只凶猛的大黄狗来 狗向着田鼠汪汪狂吠 小田鼠连忙退回灌木丛 钻进那片长着刺的草丛里 黄狗冲到草丛边更大声的叫起来 小田鼠顾不得身上被刺的火辣辣的痛 一口气跑回田野上 田野上 庄稼被收割一空 显得光秃秃的 小田鼠走在这片空地上 心里觉得很充实 他想起了小男孩那天真的笑脸 想起从小男孩的农舍里飘出的歌声 他的心里充满了欢乐 小田鼠的身上还有点火辣辣的痛 由于狗的狂吠和追赶 他的心还在咚咚的跳着 不过小田鼠真的很高兴 他走到收割后的田野上 突然想起自己是来捡那种叫开心的东西的 我捡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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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田鼠 小田鼠向着空旷的田野 大声地回答了自己 多饰 尔四 颃